哈囉 我是沛莉 今天這個全新的單元企劃叫做 網友來邱門 因為我們每天都花了很多時間在上網 然後我發現網友其實常常是各式各樣的人 有各種才藝 好想認識喔 就像你們可能也很想認識我一樣 要不要來參加這節目啊 好啦 當然今天我為大家帶來了一位網友 他本身就是一位空姐 因為我最近在演那個空姐忙什麼的情境短劇 我發現空姐真的是一個非常需要掌握時間 掌握得很好很好的人 不管是收行李快速化妝 然後又要讓你的妝很持久 如果我們能學到這些技巧不是很棒嗎 而且這位空姐就是我們對於空姐的想像 可能都會覺得說是很專業很成熟的樣子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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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位空姐她在專業的時候是專業的 可是平常其實就像是一個日系的鄰家女孩那樣 造型非常百變 這麼特殊的人我們是不是要好好的認識一下 然後知道她是怎麼樣的保養 好 馬上來歡迎 哈囉 Mita 你本人不用想像中更嬌小可愛耶 好 我們這邊坐坐 好 你坐這邊 好 Mita 你多高啊 160 可是我們一般對於空姐的想像可能都會覺得是像像模特兒的身材 你是不是稍微嬌小了一點點 我之前大的公司就是要看各個公司的規定 我之前大的公司就沒有這麼要求升高 但是我也是算是裡面比較矮的 那有什麼不方便嗎 其實我覺得高跟矮都各有好處耶 但是其實高的人稍微在這工作上會比較輕鬆一點 因為像是有時候幫客人搬行李什麼的 那其實都很高然後很吃力 矮的人會很吃力 然後要看有沒有客人遺漏的東西還要挑上去看 就是會比較辛苦 可是比較嬌小的話在掃廁所啊幹嘛的就反而會比較不會這麼擠 空姐要掃廁所 你忙自己去打掃廁所 對啊 而且沒有幫你請打掃阿姨啊 對啊 我也是有打掃阿姨之類的 那你們工作好辛苦 因為我們在拍空姐忙什麼沒有演到掃廁所的這個橋段 所以你是個掃廁所達人 對 很會掃廁所 好啦 可是你的本人真的看起來很青春 就真的是那種學生氣息很重 不像我們一般對於空姐的想像的感覺 所以你私下喜歡的穿搭是這樣子的 對我私下是比較喜歡這樣子的打扮 比較不喜歡就是 空姐的樣子 很完妝很成熟 對對對 可是那你畫一個空姐妝需要多快啊 因為上班的話 總會希望快速上妝 就是我在上妝的部分 我就會盡量就是快 然後步驟盡量少 然後以持妝為準 因為有時候工作一天的時間會很長 對 所以我會比較在乎妝的持妝度 跟看起來好像很完整 可是其實很簡單 那你們是可以在背地上補妝嗎 還是平般很少 休息的時候會補妝 但是會簡單的 像是口紅之類的 對 口紅的話會是最重視的一點 好 那今天可以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你平常化妝包或者是補妝的小道具嗎 好 那我今天就 我要介紹好用的喔 好 那我今天就有跟大家分享我的化妝包 然後還有我一些補妝的小配包 好 所以這些就是你平常在用的東西 對 其實算少耶 這些算是我比較日常妝的東西 我發現有一個保養品 應該不會保養就只用這個吧 偷懶的話可以 就是上妝出門的話我偷懶會這樣子 旅行之類的就是只用一罐這個 它就是馬油裡面有添加馬油 對 所以我覺得它在滋潤度跟保濕度都非常的好 而且它是會出水的 對 因為像韓國很流行這種油包水的技術 對 塗開之後它會有水狀 它有水珠 所以就是保濕度跟滋潤度它都可以減去 我就會把它用在偷懶的時候 一罐就把它解決 所以就算是一個懶人保養好物 外出女兒想要減輕行李的時候 你就戴這一罐就可以了 洗完臉就用這個 對用這個 好耶 然後 你的粉底液跟我一樣 這罐我覺得它非常的持久 而且它很厲害 就是上面有一個它叫做遮瑕蜜 它其實上面它有一點點水珠的感覺 對它遮瑕很滋潤 可是基本上這個粉底液它的遮瑕度就很好了 所以我上面也是欣欣的沒有用 有果子試了一次就覺得它真的很滋潤 它的光澤感還蠻強的 就像是現在韓國 韓國很流行使用貝殼光的試底乳 它直接就是試底乳 貝殼光試底乳然後加上粉底液的感覺 所以光感其實是蠻好的 好會選東西喔 因為我用這個 哈哈哈哈 跟我一樣 好 然後接下來 這個 妳是把它拿來當腮紅上嗎 它其實是唇甲兩用筆 然後我會選擇 通常我都會選擇這種 有時候我會直接拿口紅當腮紅使用 因為這種產品通常都會比較持久 我就還蠻在乎妝藥很持久這樣子 對 因為比較沒時間去補妝 對 所以妳我就會選擇這一種 然後其實如果你旅行的話 嗯 就是帶一支就可以當作口紅這樣子 很方便 而且不需要帶刷具 對 就帶一拍就好了 然後但定妝 定妝是很重要 定妝的話呢 我就非常在乎 一定要一定要 因為很多女生都在講說什麼妝容不持久 為什麼用氣墊粉餅一下就出油了 一定要定妝 不管妳使用什麼樣的底妝產品 基本上只要濕濕的 就一定都要定妝 才能讓妳的持久度更好 對 這瓶它是有控油的效果 所以它在持妝度上會更好 而且像是其實如果你喜歡這種有光澤的粉底液 妳就局部壓在妳比較容易出油的地方 就可以保留像是蘋果肌的光澤這樣子 我想請問一下妳是什麼樣的膚質 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是屬於混合肌 然後T字比較油兩加比較乾的那一種 所以妳的蜜粉就是要挑選擇控油成分 對 所以我會就是局部上在我比較容易出油的地方 OK好啊好啊 那接下來 這個東西 超級無敵持久的 妳一整天從早到晚跑趴都不掉色 可是重點其實也還蠻難卸的 對 如果你沒有用眼唇卸妝液 就是很認真的卸的話 妳洗完澡就還是有口紅 對啊因為我上次試色在手上 然後大概我有洗澡喔 大概三天才掉 好誇張 真的好持久喔 可是對妳們來說就是很方便 對就是很方便 如果就幾乎整天都不用補 包括妳甚至吃完 我那天吃完羊肉乳就還在 因為它是一開始會很水潤 可是妳掉完之後就是像這樣子 就是有一個色紅的感覺 還是有一個顏色在 就是不會顯現出妳原本死白的唇 所以跑趴可以用一下 只是真的是有一點點難卸 敷久一點 對眼唇專業卸妝衣服久一點 那這邊就是平常上妝 我日常的妝容這樣子 那補妝呢 通常妳們就是趁空閒時間 偷偷補妝 所以補妝應該也很快速吧 沒錯補妝就是要快很準這樣子 好 像是我就是護唇膏 然後這支是潤色的護唇膏 它是有顏色的 所以就是我可能出來的東西 顏色有一點點掉 我就直接補這個 就不要再上唇膏了 我就直接補這種護唇膏 加上有顏色的護唇膏這樣 那妳現在要補一下嗎 我來吃 然後我會用這個顏色嗎 因為這顏色看起來就超美的 它就是粉粉的 對啊 女生會很喜歡這種珊瑚粉色 其實這個效果也非常好 就是淡淡的 這其實上學也非常適合學生使用 對它很適合學生使用 就是不想要被老師發現 就是頭上妝這樣 對啊 因為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歡使用潤色護唇膏 只要一支 就可以讓妳很有氣色 所以這個還不錯 等一下 這個是洋蔥口味的護唇膏嗎 不是 它是石榴 而且其實我一開始以為它是蘋果 就是我一直用 然後都一直覺得自己用的是蘋果口味 因為我也看不出來它是石榴 對啊 你們自己看一下 這是洋蔥吧 對不對 有人知道石榴長怎樣嗎 石榴裡面會有一顆一顆紅紅的那個是石榴 可是不知道 不知道它原本長怎樣 外表 對這個外表看起來是洋蔥 洋蔥口味 我看一下好了 我覺得它很香耶 對其實就只有水果香 沒有洋蔥味 OK 然後 底妝的部分 底妝的話我就是只有補蜜粉 可是它這一個粉撲它是有兩面的 一面是絨毛 我就會用絨毛這面去補妝 如果妳有一番粉撲面的話它就會太厚 然後絨毛面的話它補起來會比較像有蜜粉的感覺 那妳是吸油面紙呢 吸油面紙呢 不是 我是拿來吸瀏海的 就是有時候女生瀏海可能會 空氣瀏海 空氣瀏海 然後或者是出油 甚至如果妳是機車族 就是戴安全帽什麼的 妳就可以用這種蜜粉式的吸油面紙 拿下安全帽之後 妳就這樣子狂吸 然後分成 把它吸一吸 它就會回到膨膨的狀態 然後不會有油油的感覺 所以你的吸油面紙 不是拿來吸妳臉上的裝 而是妳把瀏海把它吸乾 對 弄乾 就是比較油油的 所以就是有時候如果你沒吸頭 可是妳只有油瀏海的人 就是也可以這樣子去吸瀏海 這真的是一個 有空氣瀏海的小KB 我私人的那個 私人不洗頭的方式 不洗頭的方式 妳會拿來吸頭皮嗎 不會 因為我頭皮比較不會 因為瀏海會碰到臉部 反正會比較容易有油油的感覺 真的 我私人不洗頭的方式就是戴帽子 今天就是很高興謝謝Mita 分享了空姐快速持久的一些彩妝品 謝謝妳 謝謝妳 等一下 那妳要跟大家講一下 見到我本人的感覺是怎麼樣 我其實 我其實要來之前 我就是很期待 因為我本身就是之前 我就一直看佩莉的影片跟文章 我最早的時候 是從妳就是球褲 可以變化成很多衣服 好久喔 好久喔 其實我追蹤佩莉非常久 所以我就很期待 今天的就是可以來看 謝謝謝謝謝謝 那不是我要問的是本人以為比較漂亮 本人臉超小的 而且就是佩莉我覺得她剛剛就是比螢幕上臉還要小 謝謝謝謝太感動了 你們也想要跟我約會嗎 可以留言給我 或者是寄Email給我 然後告訴我 妳很想跟大家分享什麼 或許我們就會邀請妳一起來參加我們的錄影 好不好 留言喔 然後喜歡影片記得按個讚 然後還有訂閱頻道 然後影片資訊的地方會有今天介紹的產品 然後還有Mita的本事專頁好不好 好 那就是喜歡她也可以去追蹤一下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keen 下次再見 大家下次再見 記得ン